第千零五十三集 樱晓晓脸色发白,被吓得不轻 太吓人了,我不想洗礼灵魂 洗礼掉一身的阴气,你才能活下来 不然的话,下次再遇到普林,一箭射来 你直接就得化成灰烬 那,我慢慢来啊 啊,好疼啊,姐姐你在干嘛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啊,手掌了,救命啊 自知天自愚才清的小仙子要上手了 银发小萝莉哭喊着 双腿乱蹬,双手乱舞 在应哲仙怀中打滚 那叫一个凄惨 事实上,应哲仙只是在他身上 滴了一丝神兽血而已 连完整一滴都算不上 而且还是以密数均匀涂抹上去的 可以说,这真是温柔与小心到了极点 只给他弄了一点点 甚至他身上都没有冒清烟 尾将阴气给洗出来 结果他就这么的夸张 在那里打滚撒泼惨叫连连 他以为给他撒了一身的神兽血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楚风看着稀奇 感觉像笑 欧阳风更恶劣,走过来恶声恶语 糟糕,耳朵烧掉了 天哪,鼻子也被神兽血焚烧没了 天哪,疼死我了 我的眼睛,我的鼻子都没了 好疼啊 姐姐我不活了 硬小小闭着眼睛 在他姐姐怀中打滚 哭叫着 简直是撕心裂肺 尹折仙瞪蛤蟆 一道五色神光扫过将他击飞 楚风也逗这个小丫头 哦,又长出一只耳朵 啊,糟了,长出两只鼻子 引发小萝莉显然也知道不对劲 咕噜一声爬了起来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气急败坏 跟楚风还有蛤蟆拼命 你们两个太坏了 雪德 显然,这种放松也只能持续片刻中 接下来,别说硬小小 就是楚风都在低吼 将鲜红璀璨的神兽血淋在身上后 那种痛苦简直难以忍受 什么是地狱般的折磨 现在就是 他们等于在练魂 欧阳峰哀嚎 满地打滚 他确实比较夸张 完全放纵自我 只要一通就不顾形象的滚来滚去 另一边 映卓仙被胜烈的赤红光芒淹没后 他不断颤抖 几次发出轻微的声音 强忍着痛苦 硬小小眼泪汪汪的 他在运转残缺的大梦呼吸法 这是从大梦净土流传出来的 自我催眠 让自己感觉不到痛 然后洗礼灵魂 一天一夜 几人死去活来 这场域中不断的冒起青烟黑烟 阴气被焚烧出去 同时 他们也在不断的服食圣药 药效惊人 每次他们魂体暗淡 经过药槽的补充后 他们再次精神异议 且阳气越来越多 当第二天来临时 他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非常有效 各自阴气锐减 八成以上 而圣药还很充足 神兽邪也还有 比他们想象的节省 看样子 足够他们将自己炼成纯阳之魂 稍微放松 楚风躺在那里不想动了 到了这一步 洗礼调阴气应该不成问题 接下来 还真的需要考虑练某种神术了 可惜 七宝妙术门槛太高 谁能等到各种条件都成熟 才去练它呢 殷仙子 有没有以两种珍贵物质 为触媒练成的神术 他在炼狱得到了那一驴器 应该很特殊 应该算是稀有物质 不知道是否为天地其真 有 鹰与羊两种心器 合在一起后 可形成阴阳二气 散发出阴阳之光 能轻易磨灭对手 颖哲先举例 一旦炼成阴阳神光内 简直锐不可挡 具体招式也很成熟 比如 可以演化阴阳减 能减断万兵 演化阴阳炉 能炼化朱笛成飞灰 总的来说 阴与羊这两种稀有的本源物质 异常的珍贵 一旦融入魂光中修行 唯能惊人 而且成熟的招式很多 渺用无穷 那好 那我就熔练阴阳二气吧 且 少吹牛 你以为随便找到的阴气 与阳气就行啊 必须是这两种属性的 最本源物质 可比其他天地其真还少 我还偏偏就要练这种神术 年轻人 不要好高物远 要脚踏实地才行 阴阳二气这两种属性的天地其真 物质很难寻到 要不然 我姐姐早就去练七宝庙术了 五色神光 跟阴阳二气 还有什么联系不差 当然 如果有阴阳神光 那加在一起 就是七宝庙术 哼 你如果有阴阳二气的 本源其真物质 干脆 跟我姐姐结为道理 与同修炼散了 你们联手 就能施展出七宝庙术 到时候 肯定天下无敌 哦 有道理 可以考虑啊 楚风频频点头 然后 硬小小就惨叫了 捂着头 泪眼汪汪 被他姐姐给修理了 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他很不服气 撅着嘴 我不就随便说说吗 塞儿说了 他怎么可能找到阴阳 两种天地其真物质 即便是道祖 也只为精灵 找到五星属性的 一种天地其真 楚风大魔头 绝对没有啊 这个 我还真有 你如果真有 那两种天地其真物质的话 哀家批准 允许你与应哲仙 结尾道理 不用经过我父亲 与我母亲大人的批准 本小仙认可 即可通过 我这边贾一赔石 可是 如果你这边做不了主 怎么办 楚风的脸皮厚道 让欧阳风都看不下去了 居然在那里 跟银发小萝莉较真 蛤蟆翻白眼 抱着双臂 背着黑乌龟壳 实实然地迈着天鹅布 斜着眼睛看他 一脸的鄙夷之色 银发小萝莉阵阵有词 当然是真的 我这里也是加一赔石 我除了一个青姐姐 还有一堆 姿色说得过去的堂姐 接着 他就惨了 背影哲仙拎起来走 揪着他的耳朵 反正是魂体 直接给拽到半空中 一顿狠狠的修理 好痛好痛 姐姐你别打了 我这是为你好 你想啊 他又真有阴阳二气 你们成为道理后 共同修炼 便能施展七宝妙术 可以横退天下 你怎么不领情呢 哎呀 疼死我了 住手 尹哲仙你再打我 我就告诉他们 你要有多细 可以有多长 屁屁有多翘 告诉他们准确取马 啊 应小小被揍得实在受不了 在那里呲牙咧嘴的威胁 使劲挣扎 碰碰碰的 这也导致 他又被一顿胖揍 欧阳峰 优雅的迈着天鹅布 背着黑乌龟壳 从旁边路过 可以告诉我 因为他又打你了 气死 我请他儿子 你给我走开 好疼啊 应小小抹眼泪 这欧阳峰来了个天鹅 两次就要动手 但是直接被五色神光 耍飞了出去 然后 楚风走过来 优雅的微笑 想开口求情 毕竟 这个银发小萝莉也是好意 要送姐姐给他 然而 应小小一句话 便让他的脸也黑了 人贩子 我又只能被你售卖到这了 再有这种事 你别找我 楚风当场恶然 江在那里 什么情况啊 应折仙杀人般的目光扫来 美丽的眸子中 五彩光芒 说说 太璀璨了 楚风立刻知道 那死孩子为了自己不挨揍 胡乱拉垫背的 然后他也瞪眼 直接建议 松魂 反正也要洗去阴气 帮他松魂 也是为了锤炼他 看一看是他说谎 还是我在收买他 啊 楚风打魔头 你太恶毒了 我 姐姐 你别打了 我不是看你总是架不出去 替你着急吗 疼死了 不是架不出去 堂堂星空下第三绝对佳人 怎么可能架不出去 我是怕你掉进火坑里 随便找个人救驾了 所以我想替你找个好道理 可以跟你一起修行 吃同道合吗 你看 这原本是我收藏的片片美少年 直接送你了 咱们姐妹够意思吧 你还打 这些我给你拼了 我打不过 我好可怜啊 隐晓晓一顿鬼哭狼嚎 然后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一下子挂在楚风身上 你还不快救驾 楚风拎着他 替他姐姐又修理了他一顿 隐晓晓气鼓鼓的 眼睛喷火 简直想吃掉楚风 接下来 硬折仙的一句话 让楚风发症 你如果真有阴阳二气 这两种天地其真物质 我们或许可以一同揣摩 看能否还原七宝妙术 楚风发呆 欧阳风使劲吞了一口灵魂唾液 差点没呛到自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